我认为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学员一回答都可以 大家你在不同的这些省市和不同的案例 你给我们讲到了这些想法都很有创意 比如说你如何能够让生态价值增值 并且非常之力于去修复保护我们城市的这些生态的系统 当你们讲到成功的案例的时候 你们讲到了很多保护或者是发展生态产业 或是绿色产品或者是专注于社区的福祉等等 这都很好 但是我想知道的就是在这些努力当中 在社区里面是不是做到教育社区民众的工作 我告诉他们说环境的价值和生态的永续的可持续性和在意 也就是说除了经济方面的好处之外 当地的社区民众是不是也看到了生态方面的影响 生态方面的重要性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除了经济方面的激励机制外 是不是也教育社区的民众很多很好的生态方面的一线知识呢 是不是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辅助市的 我简单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民众来参与 这个生态的保护的问题 我们辅助在这方面呢做了一些工作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人大 我们现在地方人大有立法权 那么我们七年人大立了一个法 就是生态文明参与条例 就是说对这个公众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来从法律上 给这个调节 法律上一起给的一些规定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在基地的实践中啊 我们也有一些创新 你比如为了鼓励 全民来参与这个保护环境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那么我们搞了一个探普会平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鼓励公众出行生活 采取绿色低碳的方式 你比如我鼓励你步行 你上班 采取步行的形式 那么你比如你走 走了步行一千步 我们可以去换一个餐币 你也鼓励你自行车 你骑自行车上班 那么我们多少公里 给你领个探币 或者坐交通车 或者在公文的这个 这个在公文的旅行这块 我们也抬起在网上审批 这样的话呢 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我探币 递换的一个 比如我这个人 我有一百个探币 那么我这个地理的程度 可以用这个探币 去递换一些商品 你比如可以去买电影票 我四五个探币 我可以换一张电影票 那么就用这些 这个利益机制 来引导民众 参与这种环境的保护 参与生产民的建设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加强教育 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把这个 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内容 已经列列到了 我们中小学教育的内容里面去 就列列到中小学教育的课本 课本里面 第一些生态文明的行为 做法 保护的意识 法的意识 进行教育 大概从这几个方面 来鼓励这个民众参与 对环境的保护 对这个参与 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里面来 谢谢 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快的答复 事实上 社区意识 是取决于 那个社区到底在哪儿 如果那个社区是来自 比较发达的地区 比较发达的省份 就经济来讲吧 比较发达的省份的话 那社区意识当然是比较好的 环境意识是比较强的 因为基本上他们的 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被解决了 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 生态区吧 其实他们还是比较平的 那比较平的区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经费了 让他们能够先富起来 所以我可以理解 这个意识方面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在这些区 他们必须要更好的环保意识 因为他们首先是得 先得搞好经济 所以取决于不同的地区 非常感谢各位的答案 好的 请 请您到这话筒前面来 然后Kate里面 也帮我们递一下麦克风 我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 我想要知道的是 政治体系 政治体系 政治系统是 如何 在省和市 这边 和中央政府合作吧 或者是 你们是不是有足够的 自治权来决定 我们就想这么做 还是必须得先和中央政府协调 才能够取得 中央政府的同意之后 你才能放手去做呢 你真的想放手去做 自己就做得了 还是必须要和中央政府 先达成共识 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可不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政治方面的一些合作 机制如何 今天 我们讨论的课题是 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和 自然资源的保护课题 它与政治既相关 也有它相对的一个夺利性 刚才这位先生问到 是关于政治体制 和我们具体的一个行动的问题 我想这样应该是两个方面 这个中央政府和省市的地方政府之间 我们是一个属于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那么上级的决策 按照我们的理解是一个规定动作 我们必须要执行 另外一方面 作为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中央政府 这个决定的同时 我们具有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比如说我们党中央 国务院提出来要 践行绿水清商就是经商银商 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 大自然保护这个 我们必须要执行 不仅中国如此 世界全国各地 也应该是共同忠实的一个准政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必须要不知不可地把它执行 这个没有是上一级和下一级协商的可能 是一种执行 必须服从的问题 第二个 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在服从这个大前提 世界人民共同学 遵守的这个原则前提下 我们要发挥地方各界政府的作用 创造性 也就是说我们规定动作的前提之下 做一些自选动作 那就是创新 创新的前提是符合生态保护的 是正能量的 而不可能做另外一个逆向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地方政府做的 像我们泥水做的 比如说我们环境保护的 就做出了一个生态文明纲要的问题 关于十三五发展期间的 一个生态律师发展的一些 规划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各界政府 创造性的做大自然保护 把自然资源变为自然资本的问题 刚才上午和前面的发言当中 我也已经谈到就不重复了 刚才前面那位女士讲的 也比如说怎么样发动民众来穿越的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个是从贯彻中央政府的决定 比如说全民要光心爱护 参与到生态保护当中来 这个非常重要 从不自觉到自觉 我们全市上下 全市的人们已经非常自觉 贯彻落实对大自然的保护 这光靠政府的公务人员 远远是不够的 要千家万户 大家万众一心来推荐这些工具 这是理念 第二个我们对群众的教育 要从具体的行动 从家门口到整个社区的创与当中 比如说我们治理生态保护森林 把水环境治理好 不要有污染的东西流到河流里面去 包括对农村的生活垃圾的处理 包括对农村的农业面园污染的处理 等等 这是每家每户每个公民助手 一个约缩的问题 第三个我们的老百姓群众 也从保护自然生态当中 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 它的保护社会的行为 带来经济这方面收获的这种关系 由于环境好了 我们的生态产品质量好 就有市场这种分享的这种空间越来越大 我们的获利利益越来越多 环境好了 我们旅游的人口 游客越来越多 老百姓现在感受到保护大自然 获得的崩扣的利益越来越多 这就是我们的 就刚才讲的中央政府的关系 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谢谢 太好了 谢谢 讲得很好 Kate 我们再找多两个问题吧 Kate和John 来提 然后就差不多要做结了 你好 我是Kate Brotman 我是 我是明尼苏大大学的自然字母的研究员 我特别感到振奋的就是你们的雄心勃勃和落实的能力 而且呢 我就觉得是不是能够做到更好的监控和衡量的除了进行推进之外 是不是能够衡量和监控这些计划呢 如果结果不尽如仁义的话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呢 就第一个是不是有进行监督 第二个如果呢 结果不尽人义 是不是会调整计划 谢谢 我来 我是来自贵州雷山的 我来把我们在当地的工作和你们一起分享 这个心态环境 在我们地方 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是法律红线 首先它一堂划定之后 它是受法律保护 我们这个心态保护区 我们发分分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核心保护区 二个叫仿冲区 第三个有建设区 这个在核心保护区 是地方政府不能调整 在仿冲区和建设区 地方政府 根据自行的发展需要 可以适当地调整 并要报审议级被案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这个我觉得监督的大概是几个旺面 一个是中央政府的监督 我们中央环保这一块地下面的行查 每年都有 而且全覆盖 这一种如果透露的问题 那处罚是很厉害的 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们自己本地政府的一个好核监督 其实我本地政府 我们俯州 那么整个我制定的环保的 环境保护的目标 历史发展指数的目标 如果没有达到 我们可以处罚 第三个是民众的监督 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 可以通过我们一些平台 第一些破坏环境的事件 进行举报 那么举报完了以后 我们相关的部门 就要给予处罚 那么呢 还有一个是疑论的监督 我们这个疑论 对这一块的环境 监督现在力度越来越大 那么对这个 在疑论 在一些电视上 媒体上进行曝光 如果一些 这个环境保护不利的 一旦曝光以后 也要受到来自经济方面 和行政方面的处罚 谢谢您的分享 我现在先暂停一下 Henry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结束吗 还是我们还有多几分钟的时间 好的 我再邀请所有的参与者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我们到外头继续来问 那么我想再次感谢各位家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我们学习到了如此多的经验 我们也非常期待 能够去拜访 各位所在的城市和县 这么美丽的地方 漂亮的景色 我们非常期待 所以感谢各位的介绍 感谢您不远万里 到现在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